南韩8号起让护理师也能合法进行 本来只有医生能做的医疗行为 来补足住院医生罢工的缺口 南韩医协批评 这简直是那民众的生命开玩笑 现在护理师可以依照能力 在紧急时进行心肺复苏数 也可以进行心电图超音波等检查 但其实这些护理师早就在做这些工作 现在只是让他们可以合法代打 另外南韩医师社群传出一份真正的医师名单 肉收出没有参与罢工的医师名单 10名医生姓名毕业学校等各资被公布 南韩政府痛批这是猎物行动 대통령실 핵심 관계자는 오늘 연합뉴스티비와의 통화에서 학교 폭력을 일삼는 일진과 무엇이 다르냐고 반문했습니다 遭到肉收的住院医师 逆面发文表示不敢回医院 警方得知后已经介入调查 不过医师持续罢工 小型综合医院 加护病房就快要饱和 教学医院也因为没有医生 手术量和床位使用率都下降快一半 各大医院纷纷喊告急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